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还可能记不了中庸的本人 因为还有很多中庸重要的讯息 要告诉大家 我们上次讲到 田先生说到了中庸是在秦汉之境 也就是在烈时代 各国之间的战争 以至于秦灭六国 甚至于爱后 向以乘胜无法 以至于有法起立 在这样的一个交错复杂的时代里 有一个被忽略的 也就是老子 我们用老子所说 我们只注意到存在最代有 然后旺的无的部分 而这个无的部分 就是在那个时候的朱子白家 在思想上全面的交融渗透 然后展现一个新的面向未来的 推动整个未来发展的一个新哲学思想 而它也带动出新人心论 新宇宙观点 然后新生命观点 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的时代 却被我们近代讲历史的 讲文化的 讲思想的 忽略讲的 在今天乌克兰 俄罗斯 整个的欧洲 在这样的一个相互冲突动荡 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新思想 人类的思想 以民主自由为主 和这个主线 这样的一个价值体系的进行 从十七世纪 理性主义抬头 从科学主义开始到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 到十九世纪的国家主义跟资本主义的兴起 而后二十世纪 基本上就是朝着民主自由 以私人经济发展为主轴 和价值观 那会不会 也就在这样的一个 融住的过程里 看来是冲突 而实际上是融住 会有新思想提出 或者我们就能提出新思想 而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 观其无 然后隐 欲以观其无 藏无欲以观其无 然后以观其妙 一切都不可禁止 妙不可禁止 但是我们一般都只观其有 这是老子提出 在那个时代 秦汉记 战国默年 最大的人类的繁星的议题 人们只看到有 只看到现实 只看到一切我们能经验到 只在我们无关所面对的事物中 却看不见 另一个世界在无形中形成 那么 钱先生在他讲这一段思想的时候 我是有点演绎了 那他强调 这是一个崭新时代 如果就传统中国 传统中国的历史上来看 这是一个大友谨的实感 会通的实感 如果从人类史来看 因为传统我们的社会 原来就在一个极其广大 是全世界从来没有的 极其广大的世界上开展出来 那么他基本上 可以说是一个人类的代表 虽然就是今天因为媒体的关系 我们网络的关系 我们科技的关系 我们全世界融成了一个世界 或者一个人类 可是在那个时代 他还是一个广土民众 代表着人类的大世界 今天即使成为平台 也没有成为大世界 各说各国 各自表白 而那个时候 我们看从孟子 梁慧王 那个齐 宣王问他 天下如何能和平 不再打仗 如何能定 孟子说定了一 一 差不多二十年的 庄子说会有新的帝王出世 新的领导者出世 季下的阴阳不必急 反正阴阳交替 自然会有顶替者 当个老子 回头 一个以自然 以宇宙为准则的大世界开心 真是不得了 我们磨换一个眼光 从这些去看 真是伟大的思想进展 以往只从道德 特别是清代 只从道德 太平面了 以至于我们到今天 在清代思想的影响下 我们都还受限于一个平面性 其实老子那个时候 就已经提出 什么是道 凡可道之道主 皆非道 因为它们受限于 只看到看得见 而我所提出的 非常道 它有太多的面向 它是一个宇宙的整体 一个无限宇宙的整体 到今天 它还是一个精致招牌 不只是德国人说 他们两次世界大战 他们从这样的惨淡的战后废墟中重建 就是读老子 所以老子的翻译题 在德国最多 在德国最多 他说他们如了老子 懂得无而归零 然后重新出发 那么今天来讲中庸 我们前面都谈中庸的 之所以产生他的时代 一直以至于 近代哪些大学者能如何的说 能说到了 钱先生 他说这是一个 教会的事 思想教会的事 有没有要讨论 我帮大家复习了一下 但是又讲成别的一段话 我没办法 我很难重复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 要重复一下就忘记掉了 我讲完我就随口忘记 如果没有 我们就再来写一版 今天要花点时间写一版 来这堂课堂上的 所以宗教学很多 上我的课 都有很多笔记 要让大家辛苦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确实不是在讲常识 可是我们也不在讲 现在大学里面 学院派 在学究们所研究的所谓的学术 我们所说的 有知识 有理论 也如需尝试 更重要 贴近实体的生命真体 它是生命哲学的读文 在传统学术上 叫做义理的读文 叫义理的读文 叫义理的读文 所以义理简单说 生命哲学 可是在这里要请用工的朋友们 尤其是用工而自己读了哲学的朋友们 放掉你们知识化的观点 尤其在现代所受到的学术研究下的知识化的观点 就马上认为 所谓生命哲学 就是所谓的伦理学 因为西方的生命哲学 以伦理学为代表 而伦理学 基本上的中心就是道德哲学 就是道德哲学 道德哲学 那么在西方的哲学来说 道德哲学是低下语 从西方哲学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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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哲学 或者生命哲学 是低下语 但是诬论 是在西方哲学 所以我们下读 所以我们下读 而哲學本部就是包含了宇宙論 本體論 知識論 而這個圍繞的知識議題就是 以物之世界 或者說以物之世界 為重的 所以它的宇宙論所探討的 是對這個物世界的共存的研究 是對物世界構成的研究 也就是結構 宇宙結構 什麼是本體論 就是進一步探索 構成這個宇宙結構的物世界的本質是什麼 物的本質 物的本體 它的那個實體 試試看 由此前提 由此前提 建立 知識實體 建立 知識實體 所謂的知識實體 就是不可動搖的知識 就是不可動搖的知識 建立 真理 真理主體 就是不可動搖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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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本 西方哲學 一定從這裡入手 到今天 那麼以這個作為科學的基礎 知識的基礎 在今個確定之後 宇宙論確定之後 我們才可以來探討 人生的規律 人生的法則 我們才可以來探討 才有所謂生命哲學 這叫做第二孤 哲學第二孤 所以凡事 有關 人的 皆屬 第二孤 所以從生命哲學 人理學 道德學 政治學 歷史 等等 指定而已 所以我希望自己用功的 特別讀書的 一定要有意識 要自覺 這是一個自覺的項目 要自覺 自覺什麼 自覺於 在你現在的知識 學習建立的系統中 包括科學 都是這個系統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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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真正的系統完成 他確實有效 有效於對物質的研究 有效於對物質的精確的計算 有效於對物質的來自自然的力量的掌握 或者物的控制 就像COVID-19就發展疫苗 哪怕這個疫苗 BNT也好、AT也好、莫德納也好 他還是研究出一個物質去處理這個病 這個和西方、這個和東方 然後管外 然後看身體的寒熱 然後抓藥 然後輸泄掉 輸泄掉 積累的病毒所造成的作用 包括副作用的減緩 是另一個系統 所以我請大家 特別是用功的 成績好的 不得了 從小成績就好 要命的 已經在現在的事業 極其成功的 等等 特別注意 特別注意 這是一個系統 我們絕對不否認它的有效性 我們還要充分的了解它的有效性 使用它的有效性 這是我們這個課堂上 也是錢先生非常重要的前提 大家講錢先生講到後來 錢先生變成一個保守的老頭子 保守守舊的老頭子 好像盲目地就對他西方一樣 No 一般學術界都說錢先生不懂英文 所以他如此保守 錢先生讀英文書 他說他去世前還在讀英文書 找英文的經典來讀 證明看是不是對 他是可以讀的 他只是不會講 那個時代學語言吧 那個時代學學語言吧 他也能讀英文 他還有翻譯的書 所以跟他讀書的時候 他要我們要學會聽世界新聞 他說所謂的新聞就是未來的歷史 可是重要的是他提出 這是一個人類的知識系統而已 還有一個系統 我們常常說的我們老朋友不知道 以人為主體 以人為真理的主體 然後以人為知識的對象 他不是以物他是以人 而人的背景能傳遞的是什麼 有沒有人要回答 解 解 解 什麼是解 解 是 不過那是講人性 我說人存在的背景 有人才有誤 才會了解東西 是 那是人覺悟之後的展現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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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是人知識的重要來源之地 那就是老子說的 我說從他容易看到有 而看不見了 我們現在沒看見的不死守 我們的生命是很生的 沒有生命沒有人 所以以人為主體 以生命為基礎 成為傳統中國 學術的發展 脈絡 好 那麼從人出發 什麼是人 就是剛才我們的阿爾格同學 我們的大姐所說的爵士 這是人性 最根本的人性 因為所有的動物沒有這根人性 除了釋迦牟尼佛 或者邀斯佛 或者阿彌陀佛 但是他們都是從人 有了覺醒 然後修行而出 他們沒有離開人 也沒有離開人 也沒有離開人 這就是人 而以生命為基礎 所以從人出發 首先的議題就是 神聖人 神聖人 那麼 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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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學術 就以此 神聖人 因為這只有人才有 只有人才有 都沒有 現在腦神聖科學證明了這件事 因為只有人才有前列寫 在人特有的 而且是智人的腦神經元素中 在人特有的 而且是智人的腦神經元素中 就是智人科學最急的發現 確實證明了 所以只有人能認得自己 前幾天我忘了是哪個動物園 因為有感染的 是英國的 他們就要去把那感染的動物抓起來 他們把車子開進了園裡 開進了那個動物的園區 哇 那個好像是獵狗吧 他們的車子是透明 是有不朽風的 沒有插漆的 就是可以反照的 有漆可是很光亮 像金子一樣的 那一群獵狗 大家知道獵狗嗎 那個野狗嗎 不是一般的野狗 是最醜的那個狗 我最討厭那個狗 那我不應該這麼說 我有漆心 不過我覺得他長得太醜了 看起來沾兮兮的 獅子都怕他 大蝦也是 個別的帶來人 還好 為什麼 他竟然去咬牙的屁股 獅子 吃那個獅子 養住那個獅子的肝嗎 獅子就 當然我們可以說大自然 一霧想一霧 可是我看了 我覺得他噁心死我了 再加上他很醜 一塊一塊的斑 毛友常常是突兀的 因為他吃腐肉 所以我不喜歡他 他們看到了那個車子裡面的自己 他們以為來了一群獵口 四五隻衝上去碰 去闖那個車子 那倫敦的動物園 常常做這個實驗 蠻有趣的 讓獅子看鏡子 讓老虎看鏡子 他們都鋪上去 他們以為來了新的 這個 鬥爭者 所以這個覺醒只有人才有 所以釋迦摩尼摩也這麼說 古家 道家 傳統中國學術 是從這個核心出發 所以依此 為人性 至於本呢 欲望 正對於我們所說的衝動吧 來自欲望的衝動 所有的動物都有 所以傳統學術中 他所挑出的什麼是人性 他挑出為人所獨有 我們正在心靈學 西方的老神經科學 也證明了 這件事 這件事 傳統中國 在哲學上 最先探索的 就是人性 雖然 論語裡面 判言 人性問題 大家記得不記得 孔子漢言 很少說 可是很少提 人性 那麼什麼原因呢 我們應該根據歷史思想的發展性 在孔子那個時代 在思想上 還沒有發展到這一步 因為他們的人 基本上 一直到春秋 到孔子 大體上 遵循作 舊有的 西周以來的 文化觀 或者說天命觀 文化觀 生命觀 價值觀 大家都有情景 因為 因為西周 透過婚姻制度 大破了 雪原的戈壺 以及雪原所形成的族群的戈壺 就是各民族的界限 化天下 唯一的大家族 在這個底下 人們共同遵循天命 從天命中化出的 敬與德 這詩經又有 中文王提出的敬與德 敬其實就是覺醒 敬就是自我警惕 這個敬就是這個敬 這個敬就是這個敬 這個敬就是警醒警惕 敬就是警醒警惕 實際上就是覺醒 所以前天生還有許服官先生 特別強調 西周 是人性覺醒萌芽的時代 就是這些敬就是 敬就是 警醒我 和警醒 這間是 這種敬就是 由此自我警惕 各人的警惕所形成的善行 德就是善行 所形成的善行 各人警惕什麼 學哲學的一定要回味 警惕什麼 來來請教大家 你要說 小朋友不要說 這個小朋友不要說 等等 警惕天命 我所理解到的天 同時根據天命 所形的善德 所以德又叫天德 所以敬天 而有天德 大家都操這個方案 哪怕到了晨秋 到了孔子 大體不在這個前提底下 所以這個問題不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可是跨過了孟子 進入孟子 再過時代 哇 他被搶掉了 同時隨著警醒 隨著覺醒 進一步 如何叫做警醒 如何叫做覺醒 其實這裡面是個真理的問題 你如何警醒而知天 而行天的 這是一個認知的問題 所以第二個問題其實是討論的是 如果用西方哲學的名詞來括它 就是知識論 所以中國的第一 哲學的第一步 是人性論 然後是知識論 而後數第三個你們認為是什麼 嘿嘿嘿 我想在這裡賣一個關子 大家休息一下 下節再說 先說出來的我就請吃牛肉麵 我吃牛肉麵 吃素材麵 你們看好了 大家想一想 因為哲學是一個懂腦子的學人 大家試試懂腦子 我們就先告一個段落 雖然還差不多 這是自習時間 不是私時間 自我思考的時間 我們這個課章是開放的 隨時有疑問沒問題 好 我是主講真理 就是不是絕對真理的宣言者 實事也可以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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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新思想 新價值觀的起源 因為這是一件大事情 尤其是一件大事情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全世界都看到 所以你看全世界都沒有發生 一個講話都沒有 東南亞一個講話都沒有 韓國都不說話 什麼原因 一百多個國家都不說話 基本上 包括俄國的許多小國家都不說話 基本上 因為他們一看到的大國聯合起來 為自身共同的利益 去犧牲一個小國 不可能 所以大家不說話 然後這些大國所講的 除了他們自己講自己講自己的 沒品平平講 其他都不多說 你們造成戰爭 也不深 origin 也不深遠得論世之 除了內同衡的精源之女 但造成戰爭 是不是 顧柯萊有責任嗎 顧柯萊有基本的責任 基本的責任是他不知道自己開 所以什麼是最有利於烏克蘭的資深反彈 因為它沒有文化 你們去找那個世界新聞上 那些NCC 什麼CC 這些記者去訪問烏克蘭的 學者烏克蘭的政治家 政治人物 你們自身想走出什麼樣的路 就只加入北約嗎 他們說我們不加入北約 我們不知道我們要往哪裡走 從歷史上就這樣 那特別強調在烏克蘭西部 那因為他烏克蘭西部 即使是斯拉布人 都被波蘭人統治了將近兩年 接受天主教 在烏克蘭的信仰快三百年 然後接受奧匈帝國的統治一百多年 他們三百多年 是在這樣的一個歐洲文化 歐洲價值 歐洲文靈的前提下 他們現在在近代的歷史中被俄國統治 在沙王統治的時期到蘇聯統治的時期 他們是受捕的 受亞國的 所以他們很堅定要回歸歐洲 只是他們如果就我來講 他們在沒有這種真正的文化底下 在兩個大系統之間 他們沒有建立自己的自覺 說我們烏克蘭該怎麼辦 那麼尤其是現在獨立 是不是如芬蘭成為一個緩衝異帶 他們都沒有思考 這就是沒有警醒跟沒有文化 沒有自身的歷史 沒有對自身的歷史不認知的 一個狀態的表現 老師 可是無論如何 我們不管責任的歸屬如何 先放手下 這不是責任的問題 你這個觀念是腐朽 憑什麼先動手打人 就一定錯 真正我們站在一個客觀的立場 是無法下結論的 因為那是他們的特殊的歷史背景 想想看那個蘇聯 俄羅斯的普京的那番癱瘓 我們不願意造成任何的 斯拉夫人的再一次的血腥 我們只要求北約不要中課 直接威脅到我 我感受到威脅 烏克蘭感受到威脅 烏克蘭被打不可 接受支持 被打不可 俄國說我被威脅了 我非打不可 我們怎麼評論 我們站在外面只能靜靜的 講講看吧 都被逼到死角 這就是現實的人生問題 這就是莊子所說的 是是是非 面對它的時候 面對這種逼到死角的是非的時候 沒落已明 不如 不如 沒落就是不如 以就是用 或者是行 明 就是光明 就是太陽 如同太陽的立場 這明 直接講是光明 其隱身就是太陽 我們就應該換一個角 就像太陽一樣 高高在上 從上面照下來 然後是非自然會看到它的發展來龍去脈 老師 可是這樣子俄羅斯 他就被貼上了二霸標籤 那對他來說不是委屈之上更加委屈嗎 他自己是有委屈沒錯 可是大家言辭而強烈窮嗎 沒有大家 我剛才說一百多個國家沒有 沒有一百二十八個國家的說謊 只有 歐洲聯盟的 Yangro Saksun為主 歐洲聯盟國家 白人至上主義 為主的國家 對他貼上的標籤 兩人這個標籤是人為的 說不定過去的時候 這個標籤就拿掉了呢 所以在那樣的一個 從林制度上 打贏了算 所以俄羅斯採取了這個辦法 你打贏了標籤就拿掉了 因為西方自古以來就是實力政策 從古希臘一路古羅馬 一路中世紀一路到現在 不實實力政策 贏得全完不能 就西方本身 一帶一帶的發展 你們看 不讀者 所以一定要讀西洋史 如果還有餘力 還有餘食 又關心 一定要讀西洋史 而且是西方蘭寫的經典作品 你就可以看到他們所說的 在他們是實力主義者 在現實和世界裡 贏了才算 輸了不必算 所以他們所採取的COVID-19 也就是群體免疫 群體免疫什麼意思 群體染疫 你自己活下來的 最強壯 死了 許大人 你是被淘汰的 那是畜牧民族 在畜養牛羊的時候 面對牛羊的瘟疫 無可如何 怎能如此 他跟農業社會所發展出來的 這也另一個文化系統 很不一樣 更至於印度 農牧 混合 再加上不同的人種 他又成為另外一個系統 還有中東 從沙漠所展現出來的文化系統 又不一樣 這就是老子說的 旋之又旋重要之類 這個世界是混合再混合 混合混合 不斷地混合 不斷地混合 不斷地衝突 不斷地混合 不斷地融會 不斷地匯通 所展現出來的一個多元的社會 所以單一的 絕對的 天下皆之類是唯美 是不主的 思惡意 這是不主的 惡是不主的 天下善之為之 天下善之為之 皆之善之為善 思不善 這是不理想的開端 因為這是一個多元多吉的所謂 真要達成 人們一天道而行 史多元多吉 並行於史 才有何必更可能 這是老子說的 我所說的 那麼這來自於什麼呢 都來自於人的生存經驗 每個民族的文化 以至於發展出的文明 都是根據它們所生存的環境 然後透過經驗 如何能解決各種難題 以克服種種障礙 然後總結可以活下去的成果 所形成的 叫做文化 所以我下面講的是什麼 千萬別理會 我跟你們社群一樣 怕我善科的高明就在這裡 天下第一 我以前都不這麼說 我都謙虛有畢 我現在八十歲了 我就直接一個人 了不起說二十年吧 狂亡二十年吧 五 四 三 文化論 宇宙論 天人為異 宇宙論 道德 處事 三 二 政策 政治 意義 政治 歷史 都不設 生身主持 經濟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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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經驗也不是西方的經驗 可不是英國哲學的經驗 都不設行 很嚇壞 然後 新世 然後 天道路 沒有心事沒有天堂 心事不同於感官知覺 知識論所探討的是感官知學本身所認知的世界的有限 知識論所探討的是感官知學本身所探討的 什麼樣的經驗然後可以來作為知識論的基礎 這就是論語之所以成為一本文語 它是由人的經驗集結而成的 來作談人的文系 這是未來人類崭新的學術 然後是人老人 什麼是人 最基本的政治 在最後五個前提下 六個前提下才是歷史 政治 故事 故事 在座 一定 因為今天有好多好久沒有來 今天來了 心中一定也有一個疑問 何以中國的科學始終不怕 這是一個錯誤的觀點 錯誤的觀點是 因爲什麼是科學 我們今天所認定的科學是以什麼為主的科學 以機械力所展現的科學 除了機械力所展現的科學之外 有沒有也用自然規律而呈現的另外的科學性 只是它的科學性不在西方的這一個 以物質為基礎 以力量為導引製作所形成的科學 所以我們如果從這個觀點來看李悅瑟 他所寫的中國科學史 中國科學文明史 商務出版的 好像絕版的 所以大家去那個救贖攤 蘇老師應該去救贖攤找 家裡有 哦 你家裡有 哇 那下次要請蘇老師講一講 他說一直到十七世紀吧 中國的科學始終要要領先於西方之三 不是中國的只有四大法理 中國的一連團的法理才奠定了西方近代 科學發展 科學發展 工業革命 和現代科學 其中的一個關鍵 就是 國之百印刷樹傳到歐洲 然後印出了 基督教的 基督教聖經 讓人人 可以讀書 所謂的古藤堡 聖經本 古藤堡 活著百印刷樹 那麼這個是歐洲文明進步的關鍵 在這個之前 歐洲讀書人極少 尤其是歐洲舊有的貴族觀念 讀書是奴隸的事 貴族是不必讀書的 貴族就想著生活 那麼 那麼可以到了清代 很重要 可可以到了十七世紀 因為清代的閉關之手 然後他斬斷一切 西方傳來的新知識 這個我讀不多說 可是在這個之前 第二個問題是 即使是如此 何以中國沒有發展出 何以中國沒有發展出 現在西方科學 舊有的中國科學 勉強說那是一種有機性的科學 而近代的科學革命 是無機性的開展 那為什麼傳統社會 可以走上這條路 我要發明這麼早 變成了炮毒 變成了那個煙火 然後就不動了 即使在元朝 之所以能打下歐洲 就是因為他用這些 火藥製成的大炮 他橫空出世橫掃一切 可是這麼弱的南宋十二年 如果不是繞到後面去 從雲南大里那裡進去 再出來打南宋 南宋還不至於被滅亡 這麼強悍的西夏 幾個月就結束了 被沈基西門 今年一樣 三個月好像就打掉了 可以難受的 看起來最肌肉 我們印象中最肌肉 他打十二名還打不下 後來有漢奸 帶著他們繞到雲南大里 從後門進來打掉 為什麼沒有發展出 那樣的一種無稽的科學系 這樣的去使用宇宙的力源 其實是莊子的一切 新文化運動 我們說過 鄂雅夫士茲他們這些人 都說是孔子 所以把孔子罵為錯誤 實際上是莊子 莊子直接就批評 任何機械 這些都是有利於人的利益心的開展 利益心不利於人類社會 群體的生存生命發展 大家都以為 武家影響中國 他也都是新文化運動 那些蠢禍 不蠢也是一片之劍 這不能怪他們 因為在這個時代特殊性 實際上你們可以看 什麼時代有人根據莊子上則 什麼時代有人根據莊子上奏 停止一切機械活動 那現在 讀政治制度時 讀什麼時 該去怎麼辦 所以自宋以後 所有的這些有機的科學系 轉化成意識 因為宋代的人文系 在這三百年來我們也的確享受到了西方無機科學所展現出來 帶給人類的非要的進步 我們享受到這方面 我們不能否認這種科學是不好 然而這種科學 莊子說得很清楚 蠢有利於 蠢是以利益為主的 他一定有利於人生 有不利於人生 所以作為一個人要考慮 我們有沒有能力面對利益 停止這個機器的使用和這個法理 如果能這才是人 所以西方展現自然自利 傳統社會展現人之利 傳統社會展現人之利 中庸基本上在大思想的融會中 將自然自利跟人自利結合 而提出中庸之道 也就是所有的畫面中 我們要思考 它終極性是不是有利於真實的人生 如果不行 我們還不能駕馭 一個有傷害人生的 我們就應該停 不再發生了 我們先不批評 這是很蠢 我們先看 它這麼思考 是不是有它的邏輯性 可是就是學 認識所有事物 論述中的融會性 然後這樣才能夠 不做輕易的判斷 那我們今天看來很清楚了 任何一篇非忠道者 西方沒有一難力 非忠道者 傳統中國從南宗以後 全種上的 人之利 人文的力量 也是一篇 所以今天講中用谷 是有時代意義的 今天的序论就講到這裡 不能再摸索 說摸索這個話 好 我們來看第 是十四嗎 忘記了 有有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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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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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大家知道嗎 近代的一個大哲學家 在傳統的 在這個中國社會上面 他認為中庸思想接近盟子 這四項 其所反映的社會情況 很明顯的是反映出 這著作在清統一之後 因為還有華山 還有杜亮恆的統一 車童軌 蘇童文 所以從這個 同時那個領疆域的擴大 以至於華山 以至於到華山 共同均專 一個新和平的開始 那麼這個影 是在清統一後才有可能 那麼這裡也就牽涉到 有個問題 附加的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在近代一直到現在 即使出土文物出來了 大家還是根據史記 根據莊子 根據理記的真正問 特別是莊子的天地篇 外篇天地篇 很完整的敘述 公子向老子求道 那麼史記裡面講老子列傳 也就把這一段放了進去 改造放了進去 那麼到現在 歷史中根據舊的學術 也都認為老子好像是孔子的老師 但是大家在讀史記的時候 也都讀得出來 太史公這麼顯實際上是不確定 老子到底是誰實在不知道他是誰 如果根據這個傳說 他可真的活到兩百多歲了 你有可能嗎 他還丟給你一個疑問 所以古代 早期一方面尊重 他們古代的學者 他們非常尊重舊有的傳說 可是二方面對這個問題 不認真去面對 可是到宋以後 宋是一個經學中傳統歷史 大凡性的時代 你們千萬不要小看了北宋 所以有很多開始對於舊有的說法 提出各種疑問 比如全力批判 朱子就全力批判 西漢時候的毛思緒 還甚至於說他簡直是胡扯 有些髒距離 他是一個大反省的時代 包括歐陽修你看 他反省一經 絕對不是孔子說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慢慢的慢慢的 就不斷的有人提出 那麼到了這一代 就提出 根據老子思想中很多的詞語 應該是在清漢之際 也還是在清漢之際 那麼後來1972年 長沙出土了馬王堆 的漢墓裡 發掘了柏樹 夾一篇 那麼是抄寫的 抄寫在井段上 柏樹上 那麽 甲天 是得在寫 道在寳 道在寳 他是寫於高祖 以後 跪地 他們的年代 因為裏面不避諱 可見他們都還活著 底篇 現在就有兩個 一個最近發表的大陸 學者的研究 也還是得在寫 道在寳 可是最早的 第一階段出土的時候 那個挖掘者 直接就說 他是道在前 德在寳 德在寳 最近修正 所以因此有兩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 漢文 漢文 以編是漢文帝 漢文帝的時候 這個前後 割了二十二年左右 德在前 道在後 說明什麽 我們剛才所說的 就是說明 我們剛才所說的 以人為主題 作為知識的主題 人性論 然後 認知論 知識論 認知論 然後經驗論 所以我的學術歸納 是從經驗中 所以樂意於 學史新生 一個實際的行動 在覺醒後 時時刻刻 去實踐 展現 如同鳥 坐飛一樣 展現人的 在自覺後的 真正的生命力 你有了這個覺醒 有意願 這是人的經驗所得 當你自我個體的建立之後 有同志遠方 你們今天 你們又還跑來 還跟一個有一點點瘋瘋的 能不能上個課 為什麼 因為雖然有點妄言 然而 卻有所見底 大家聽聽 也還不錯 有朋 對個體 對我這個個體性 有朋之遠方 我開展了我的社會系 我不是一個封閉的個體 如此才是一個完整自我的建立 這才是一個正向的人格的開展 這才是一個正向的人格的開展 這都是經驗 以至於到墨子 甚至於到羊豬 都還從經驗中出發 孟子雖然說 延取而盡 他說法話很曲折 但是延取而盡理 他把理論說得清清楚楚 可是你看他還是經驗性 庄子雖然有 他如何展現在宇宙無限宇宙中 人實際上存在在一個無限的環境裡 他成這個環境為道 真要看清楚人 你不能忽略那個道 那個人所存在的一個無限的宇宙 你必須看那個無限的宇宙怎麼回事 你進而回頭才能看得怎麼回事 多花營養家都是從經驗入手 可是道的老子 飛躍而起 完全是重向人數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德國哲學界到現在認為這句話 還是世界最哲學性的語 為什麼 他提出一個最普遍的宇宙 最普遍 最完整 最無限 最多元 最多面向 所以任何語言 在經驗中 我們都如同把道切出來 像一塊大麵包切出來的這一小塊 所以可導致到非常多 這種論述 我們看到了高主會議的時候 還都沒有成為那個時代 學者們的主要的思考 那麼如果一出土所說的得在前 到時代後的 如果這個能成立 因為現在也不知道 只看他們的發表 那麼換句話說 22年的時間 人們在這樣的一個大時代的動盪中 有了非要的思想前 進入抽象性 高度的抽象性 不過他還是 真如現在所去公布的 德在起後 道在前 那麼換句話說 基本上 他們本身還停留在經驗為主 可是同時間另外一本著作 也就是王毕所繼承的本質 魏晉的時候 大家知道王毕吧 王毕所繼承的本質 傳說中是和善功等 這個人不確定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在漢代 或是不是西漢 還是東漢 並不明確 大約的時間 這些學術界 認為是在西元前兩千年 西元前兩千年 西元前兩千年 也就是 兩百還是兩千年 兩百年 對 不是西元前 就是西元兩千年 距今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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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就是在漢末 東西漢末 東漢 距今兩千年 距今兩千年 那麼換句話說 到了這個時代 是不是永遠就是一個 非常的前提 那麼要到王碧一千七百多年 距今一千七百多年 王碧用這個本質註解轟動不離 一直到今天公認為在老子住宅中 具有最高的抽象形 恩總瓜形 以至於流傳到現場 那麽我們說這個呢 墓地是接著在1992年 距離現在沒有多久 又出土了 一個在西元前三百年 寵貴竹墓 那麽裏面有竹箭 出了大量的竹箭書 那裏面的有老子書 也有王碧書 也有王碧書 老子書 不過王子 就老子書 只有一千四百多字 一千四百 有的說一千四百五十字 有的說是一千四百二十字 那麽他 等篇列 大約說來 得篇比較多 道篇很少 最快自人口的 道可道非常老 寧可民非常民 不在其內 許多不得了的抽象性 而這些語言不在其中 多半是經驗性 那麽從這裏 雖然大陸有名的代表老派學者 也是考古學家 也是文字學家 也是先情思想家 這裏面是一個 教科學者 教科學者 我忘了名字 他去世了 是李薛琴 李薛琴 謝謝 李薛琴 李薛琴 他去世了 才去世了 他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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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只是一個玄本 不代表老子思想 不代表老子思想 因為這個楚木出土 有一個杯子上面寫太富的富 推敲打開師 這個楚什麼王? 王季仁 他的師父 現在最近有人說 就年代而言 好像是聖道 可能是聖道 法家聖道 講述了 他的文字 因為他裏面也有很多文 儒家的思想 所以他說 那只是一個玄本 所以不全 不足以代表老子 我們不否定他的結論 請朋友們注意 在這個課堂上 我們基本上 不太否定什麼 也不太有結論 如果能為他這樣說 他何以在當時 都挑出 以經驗論為主的論述 那麼也可能在那個時代 偏重 還偏重經驗論 那麼按照錢先生 他說在老子書中 講功成身退 講無為 強要無為 強要功成身退 強要功成身退 講無為 大約是在西元前260年 成為那個時候 成為那個時候 光產 觀成的一個新的退休場 這是我亂講的 我用這個來比例 為什麼呢? 第一,從春秋到在國,基本上的政策是事實 沒有什麼退休的事 外星,像孔子的志士,那都是外星被聘進去 所以在這種情形底下,如果智力與國家的發展等等等等 特別是著重在軍工跟打架的系統和所有外星 而使得各諸侯國站起來的,幾乎沒有一個不善,不對善 因為到了新的世子繼位,他一定去除功高正主的大陸 就像我們現在的企業界,是不是? 換了第二代,第一代都要你走 那只是人時的跟不人時的,厚道的跟不厚道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當白騎隊兵坑造國,坑楚國 將近百萬人,造國四十萬,楚國也將近四十萬 如果他繼續狠掃天下,就在他手上捅 當時的宅相,飯居有私心不願意白騎,龜馬湯 於是就逐折了,白騎棄的鑰匙後來還是慘 飯居等被領軍統一天下的時候 他的學生問他,他的學生叫蔡澤 你如果得到這麼大的軍功,你這樣還要如何啊? 他被提醒,他就遲了,推薦蔡澤 所以他算是一個東城深退的 所以西元前兩百六十年後,這個思想逐漸就成為整個社會朝廷政治 各朝廷政治中一個重要流行的觀點 今天從這個角度切入 當現實的人生,老子把這個放在成為他的中心 那麼,不說老子這個人,請朋友們注意 而修了老子這本書,經過長時間的流轉 思想的狙擊,大概完成在西元前兩百六十年之後 所以韓菲子看過老子 在這個之前,好像大家還沒看過老子說 那麼這是,站在傳統社會中一個版本一個思想 其實不是一個個人的創作 其實都是一個學派的逐步流傳 然後逐漸集結而成 所以從這個角度 集結在兩百六十年逐漸 然後逐步逐步增添新的思考 然後到了西元前兩百年 也許有俱經兩千年 也許有俱經兩千年 一個不知名的學者 和尚工 整理 然後王帝集成 然後提出了一個 超越一切的罪黨 最廣闊 最普遍的 最抽象性的 這學派書 所以根據這個我們可以看 很多的著作中 他所喜歡用的 他喜歡用的最重要的思想 他的名詞 或者他最重視的學秀名詞 這個team words 大約推斷 他在青統以後 而中庸所論的 meet 信 臣 名 諸觀點 也都比孟子較詳細 這是不是對孟子思想的發揮 那麼奇戰 哪些 中庸 都比孟子寶 在旺盈後 那或許朋友們會問 我們又不是專門來搞這一套 你講這些做什麼 我們就是要馬上用來修身也好啊 但是它擴充一點見聞也可以啊 這就是我們下節課開頭要向大家報告 我們為什麼要講站在哲學史說清楚 它的目的是什麼 好 我們大家休息一下 怎麼面對烏惡戰爭 如果站在哲學的立場就不必管它 但是它說在現實的問題裡造成人心的不安 人心的焦慮 它猜測提這個問題的朋友 大概都有著焦慮 都有著不安都有著關心 那當然這是事實 我想 我剛才為什麼會說那位朋友 他應該覺醒 他應該反省跟思考 他有預設立場 他的預設立場其實就在先打人就不對 他就在這裡 他看不見 他沒看見 看不見 所以這就是讀哲學的重要性 哲學是看見自己 敏感而快速可以看見自己預設的立場 然後不被這個預設的立場捆綁 那這是一個現實的世界的事件 我們的作為有限 雖然在歷史上 在孔子教課的時候 哎呦 齊國出兵打五國 甚至於有大量侵入土地 掠奪土地的這一個情勢 消息傳來 孔子說 國家位在旦夕 我們還讀書 意義是什麼 那麼 子貢站起來拜別 我出去面對這件事 都是我家的 他出門了 出了教室了 孔子就跟在座的同學們說 魯國有救贏 那麼子貢那時候已經是出了名的 大企業家 大政治家 他以他企業的身份 出使許多國家 那麼他這個時候去說中了 吳國 說動了楚國 慫恿楚國打齊國 以制止齊國進軍入國 可是怕楚國做大 因為楚國一直標榜他是野蠻人 我 我就是 我不是中原文明的 我就是個野蠻人 不守你們的一切的教育 所以 讓吳國 去打 吳國 吳國 扯他的後腿 然後整個世界局勢變了 而後越過起來 春秋結束 戰國開始 一個新時代 新局面 但是我們今天在做 可不可以有這樣的人 只要吃共玩而已 只要吃共玩而已 只有共玩而已 只有共玩而已 我也只愛吃共玩 所以基本上 課程的涉入多少 那麼 我們基本上要量力而為 不然就是空談 再說這種評論 如果沒有把東西全面攤開 總有自己的立場 所以我提出 沒落以明 先不論是非 因為我們沒有 沒有經驗 沒有那樣子的一種經驗 我們沒有辦法去說這件事情的對錯 只能給予同情 至於出手打人的 我沒有繼續發展是 以他所說的出手打人的 就不對 那美國出手打伊拉克的 出手打利比亞 出手打敘利亞 出手打麻煩 打這麼久 打不下來 不能視而不見 站在學哲學的立場 無所評論 這是一回事 可是不能視而不見 然後提出 只要打人就不對 這是太單向的一種論斷 所以我從這裡提醒 不過他沒有意識到 可領悟到 那麼也就算了 所以這是我提供給大家的 至於真的站在哲學的立場 基本上如果你有興趣 那就 就像把豹子攤開來 地圖攤開來 整個事情來了 沒有去嘛 爬出清楚 不然 知道了 用閩南語 放好幾 至於我們現在 引起我們的焦慮 這也過分投入 因為畢竟國際情境不一樣 焦慮實際上也解決不了問題 所以無需教 這個是 站在哲學的立場 倒可以說 站在哲學的心性論立場 傳統中國的心性論立場 這就是佛家所說的 你要反省到 你怎麼有那麼多煩惱 要解決的是這個煩惱性 這種煩惱的習慣 所以從東方的心性論 以人為主體的哲學 回過頭來 就是回到自身 固然可以看清楚外界 那也看你自己 本身的興趣和關注的狀態 不然回到自己 孟子說的 將我們無可掌握的 歸之於天 命也 而不是命也 那有運的成分 那不是命啊 是運 我們能掌握 我就自己當下 命的所掌 我們可以掌握 我自己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這是我回答 剛才提問 而且叫我非回答不可 不然你怎麼說 哲學 所以我就說到這邊 好 還有沒有有朋友要提問 不好意思 老師剛剛講說那個 裝紙 是受裝紙的影響 對中國的科技 沒有被作成 就是太過於強調 那是在哪一篇 還是哪一個部分 在外篇 講一個是老人種東西的時候 做摩 洗水 用摩 然後交官 菜園子 然後有很豐富的收成 哪一篇我已經忘了 大概是外篇 小故事 外篇的小故事 不是議論的部分 裝紙 第一段多半是議論 而後多半是四例 多半是四例 它在四例裡面 就是故事裡面 那麼這也就是說 即使到了裝紙的外篇 雜篇 在論述的時候 他們基本上還是以經驗為主 以經驗的四例去說明 理論的這個部分 那麼或許朋友們說 人家古希臘人太智慧了 你看一下子就那麼抽象的思維 這也對 可是這不是聰明與不聰明 笨還是不笨的 一個分辨處 什麼原因 因為古希臘 他們的生存的關鍵是 面對大自然 面對海洋 他們必須從自身抽離 去看自然規律 去看海洋規律 這是他們生存之道 那麼他們基本上 在抽象史 理性的抽象思維上 就發展的比較早 因為那是他們的生存之道 大家能了解我的意思嗎 不如此他們就死在海洋上了 大家朋友們去看看 河馬史詩嘛 奧德賽 伊利亞特 它都是兩個海洋文學 談的就是他們在海洋的求存之道 說到這裡我就忍不住說 有的時候自己覺得自己像是白髮工女畫當年 想起方東美先生 他教我們西洋哲學史 就是從斯這兩首 古希臘的河馬史詩開始 談海洋問題 談宇宙率 然後進入西方哲學的宇宙文 可是如果我們真的從西洋哲學史 要到2000 要到了柏拉圖 才開始有完整的論述 在這個之前 從塔利斯 一直到海洋拉克 到巴默尼迪斯 正式完成了邏輯學 與作為思想的規範 可是都還沒有 我們今天還看不到他們成篇的論述 雖然傳說中他們有 但是都沒有 那是在西元前250年 跟孔子差不多時候 所以我們這麼平鋪開來看 我們可能可以看到 我們以前沒有看到的狀態 真相 而傳統中國何以從人出發 我們說過 傳統中國 傳統中國 一開始就在一個廣大的土地上 然後在一個多水的社會裡 長江大河 最北的黑龍江 最南的泯江珠江 所完成的那個水線 因為它有支流 然後中間有各大湖 你看在潘高祖的時候 還有雲夢大哲 今天的雲夢大哲的儀序 洞庭湖 郭陽湖 甚至於包括圍山湖 山東到淮北 雖然那邊有後來經過人工整理 然後四季非常清楚 按照世界的氣候學 一年四季分明 很清楚 很分明的 基本上 就是這塊大陸 美國只有東部 東北部 歐洲 德國的巴巴利亞 還有法國南部 西班牙的巴塞隆納那那一帶 其它是酷寒 夏天缺水 不適於種子 然後就土地而言 你只要肯跟這個土地 就跟你長東西 所以中庸提出一個真正的世界領袖 就是在這個地區的世界領袖 你只要平衡 做成平衡 中道就是平衡 中庸就是平衡之道 這個社會大家就活得下去 所以 自於人 勤奮 所以勤 始終是作為一個人 重要的人德特徵 所以在這種情形下 一切從人出發 很自然 它的生存憑藉 就是人的經驗 人的認知 人的經驗 跟西方一樣 就是西方的認知在客觀的外在世界 必須壓制感性 提高理性 然後才能夠去面對 你不可動搖的規律 然後你才能夠生存 所以在西方哲學上面 講什麼是悲劇 在它的那樣的一個 宇宙不可改變的軌道上的 快速列車 你把頭伸出去 自然就是悲劇 而悲劇英雄 沒有一個不是把頭伸出去 因為好奇 好奇是人的天性 而好奇是人的感性中最強烈的 衝動之一 所以東方 以中國為主 印度也發展佛教發展出覺醒 所以以覺醒 作為人最真實的認知 也是最高的認知 所以我們的第二人心論下來 就是認知論 所以在這種情形底下 他發展的是如何從經驗中歸納而得出長率 人是長率 西方是從理性中 排除好物 感性的好物 然後認識 就是宇宙的長率 宇宙的長率 宇宙的長率 所以就知識人們而言 西方強調理性 東方強調意識認知 因為唯有意識認知容易親民 單純理性認知 單純理性認知 還是一篇 所以西方近代的所有的這些運動 毛瓜男女平等的運動 基本上都非常的激烈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 在理性的這一個前提的底下 感性 是被她們長期切除 在實際生存的發展中 女性充滿感情 所以女性基本上在生存競爭中是弱者 所以她屬於附庸於男性 我想朋友們讀莎斯比亞都很清楚 若者你的名字叫女人 如何對待女人 手裡要拿著鞭子 那到十六世紀 那到十六世紀 莎斯比亞 書本華都還這麼說 甚至於 圖拉圖斯特拉的那個作者叫 這個學家叫什麼 尼采 尼采也這麼說 那今天如果朋友們去非洲 或者你們覺得非洲太不文明 那去中東啊 中東的女性不就還是這樣 真可憐 因為在生存中 女性是弱者 在單純生存競爭中 女性是弱者 可是我們在農業社會這樣的發展中 女孩子的農業技術不屬於男性 神龍師是女的 現在發現 因為男人出去打電 死了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死了都不知道 死在外頭也不回來 一個村子 為什麼現在人類調查 大家有沒有去看 上帝也瘋狂這部電影 至少看這部電影了 那個非洲中部八萬年前的原住民 是人類最古老的原住民 保留人類最古老的原住民 及其古老的生活習性 最近怎麼樣不知道 因為電影都派出來了 他們維持一個村子 一個村子的領袖是祖母 這個祖母是大祖母 不是誰的祖母 這個大祖母被稱為領袖的大祖母 帶領整個村子求生存的大祖母 就是能長百草的 他不斷地長 不斷地長 然後發現可以吃的東西 以在荒年 或者在男人出去打獵 都不知道怎麼回事 都不見了的狀態下 維持一個村子的生存 不但這樣有 有的時候打獵的東西太少了 那麼女性所種植培植的東西 是維持這個村子活下去的平靜 這是在物質上 武器社會的形成因素 不是奶 此外 是滿足人類精神性問題 是大祖母 到了夜晚 大家吃飽了 或者沒吃飽 但是也無所事事怎麼辦 大家聚在火邊 大家聚在火邊 因為只有火 野獸不敢親近 看著天空 大家好奇 是大祖母 之所以成為大祖母 祂還會編故事 然後告訴你 這個星星 小娃娃說這個星星 這個星星就是我們先前的祖先 哦 就變了故事以後 那他就變成天上的星星 你看 苦仙都陪伴著我們 然後 免於死亡恐懼 人是生物 餘生俱來 有死亡恐懼 那麼這是人類調查 然後在那個地方 好像叫威米人吧 那個原始不落 在非洲中部 是中非洲的 最古老的原住民 所以農業社會女性的生產力 不輸於男性 所以早期女性的地位 非常的高 我們看到 當逐步送以後 社會型態進入到 一個商業性活動更強的時代 男人的地位才高起來 宋代開始有貿易嗎 我們所謂的資本主義社會 基本上 其實很早就開始了 戰國就已經 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萌芽世界 他們現在弄到原代 學院講中國史 其實太晚了 你去看看那個戰國時代 其實資本主義社會 貿易社會的開什麼 是商鞅嗎 歐山不是商鞅 館子嗎 當他們執政的時候 他把整個的海洋 來作為他們的生產依據 比漁炎之力 行銷全天下 是齊國大自 然後這是齊國 所以成為霸主的依據 所以到戰國的時代 雖然這個進程很緩慢 不過大家同時他的 這個什麼 開墾荒地 辟草萊等等 開疆破土 自立於生產 影響到後世 到了戰國時代 很清楚嗎 你看 不要說別的 懸高吧 大家還記得嗎 帶了五百頭牛 好像 回來的時候 看到秦國的大帝 來攻打正國 他立刻就說 我是正王派來的獅子 已經老短就知道你們 秦軍要來了 上國之軍要來了 無以為報 用五百頭牛 獻給你們 就化解了一場戰爭 商人的力量 合得 在那個時代 不然他怎麼騙得了 所以 你在看 當秦統一天下 秦始皇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到四川去 以國家之禮 像八寡父親之計 當時的首富 以鹽鐵 行銷全天下 而秦始皇可以以國家之禮 向他行銷 這如果不是商人的地位 是誰的地位 所以到了漢代才會有鹽鐵論 限制商人的地位 限制商人地位的發展 限制商人地位的發展 然後其中有一句 商人還是科具 什麼事 所以在這些情因底下 我們今天 我講這些都不是說 哎呀 那個什麼 新文化運動那天都亂講等等 他們真的是有些亂講 重要的是在什麼地方 重要的是我們今天能不能夠 當年輕的孩子 你要應付學校的功課 你要博士 你還要在可能還要在這些年 還要在歐美的市場中存活 那麼你怎麼根據他們的想法 講中國的問題 這很清楚的 你不這樣子講 你拿不到國式的 這是非常現實的 你在講文史的時候 非常有名的兩個人 一個叫做杜維韻 因為不是杜維銘 杜維銘是在哈佛講通事 講中國文化 後來退休到北京大學 為北京大學開中國人文通事課程 現在還在大陸 不是他 但也不是他的兄弟 不過他們都姓杜 排行都是維 不過一個叫維銘 名代的名 一個叫韻 維銘 已經去世了 這是奠定了台灣 其實是台大 歷史研究法 他專門寫了歷史研究法 你們去看 就是一本科學研究法 他的歷史研究法 就是科學研究法 他也就是奠定台灣 台灣要把歷史化為科學歷史 要讓歷史學不再屬於人文學 而是科學取得真理性 杜先生 他是英國留學 英國牛津吧 還是倫敦大學我記不得了 跟他一起去的 後來做到國民黨的 黨委的書記 很高等 我忘了他叫什麼名字 他從英國 他們是同學 一起考的公費 然後一起去 杜維銘讀了三年被趕回 被英國趕回 連留在那裡都不行 轉學都不行 因為他拒絕用英國 教授所規定的價值觀 談中國歷史 那個做了國民黨的 很高的那個什麼書記的 是不是姓曾還是姓什麼 我已經忘記了 拿大學位 他接受 整個西方觀念 王真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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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中間的 變成姓王真財 他說 哎呀 哪個不是學問人 何必在乎這個 所以他拿到 基本上在國外讀文史 他們是有要求的 他们是建立自己的价值观 我们也不说他错 他们有他们的需要 他们有他们的生存需要 可是我们不能不知道 然后就以为他们所说的 就是绝对性的真理 然后以此真理来批评一切事情 这就是陷入某一种偏见 这很可惜 这是削弱我们自身的力量 可是你在海外 你真的要去读 你确实要阴影 包括在台湾读 你都要阴影 因为政治最简单 就是真生存的第一线 所以我从来不批评 站在哲学的立场 我倒在这一个知识论上 福音桩子 是有是的系统 非有非的系统 你真要了解 没落下来不批评 执其中枢 就是掌握住那个太阳光 把一切弄清楚 所以我对张子的赞美 他提出的知识 是传统中国最明确的知识 在他的新宇宙温柔和前提底下 那么老子是继承了他 好 我又回过头来 因为打中了 免得说我又闲谈了 我可以说这段话 不是没有目的 中庸 在老子的影响下 把认知提升到心而上去 提升到于这位 历代许多学者讲中用 都偏于伦理学 道德学 实际上中用是一个 即使是道德学 伦理学 更重要的是 在认知论上 在人性论上 赋予了最高贤而上去的 哲学著作 这是伟大的创作 中国此后开展出的 一个 天有多大 人心就可以随之而有多大 这不是人的修养 达成 有点像佛教 人皆具有天性 性 天之智慧性 或者加两个字 天之最高智慧性 加四个字 如同金刚经所说的 人人皆有佛性 什么佛性 阿成多罗三秒三菩提 无上正的正觉性 东方的思想 包括佛学 都是教人如何不错过 上天对人的赐福 你们肯来都是被上天祝福的 不是我的祝福 不是上天对你们的祝福 你们自己对自己的祝福 我只是一个提供 理解这个祝福的工作人员 我们下个礼拜 就再讲下面的 有关中庸重要的思想所在 不过不进入本文 而是提出 来作为一个客观的 先评价他 以作为你们大家读中庸的参考 入手处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